2022年的时候 满地都是便宜的金融股 但是2023年 2024年 跟我说还有便宜的吗 没有 如果你是做比较长线的话 当然是去存这些X股会比较好 但是你刚刚讲的X现在不行了是不是 大家好欢迎收看富足金周期 我是主持人王志玉 金融股通常是大家觉得 可以存股的一个非常好的标的 包括它的股价相对便宜 同时又觉得可以稳定的领股息 好像真的很不错 但问题就在于最近的台股涨翻天 很多金融股跟着一飞冲天 所以这个时候的金融股 还是一个好选择吗 那如果你手中已经有金融股的朋友 又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今天我们就要请到了 我们的骨骸老牛来跟大家分享 欢迎老牛 志玉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老牛 对这样叫老牛很可爱 因为很像叫牛哥 但他阻止我 好无论如何我们先赶快来看看 到底大家对于这个金融股 现在还能不能买这一题 大家是怎么看法 我们来看金融股涨翻天 现在还能买吗 结果呢 大家的意见是 觉得可以继续买的 有65%的朋友 那有35%觉得不行 太贵了 所以呢今天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有请老牛 你觉得现在金融股还可以买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现在金融股涨翻天嘛 对 那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长期存股的投资人的话 我认为金融股当然还是可以继续买的 还是可以买 对 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什么样的金融股还可以买 什么样的金融股 现在可能要稍微保守一点 金融股也是有很多类型的对不对 对 那通常你会怎么把它们分类呢 通常来说我会把金融股分为两类 一个叫做寿险型的金融股 另外是银行型的金融股 寿险型跟银行型 它们差别在哪里 差别的话就主要是 这家公司 这家金控股 它的获利本体是什么 如果说是以寿险为本体的 就是它获利的部分比较多的话 那我认为它是一个寿险型金控股 那一般来说我们所知道的龙头 富邦金 国泰金 还有这个开发金 还有这个星光金 它们都是以寿险为主体的 寿险型金融股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银行型的金融股 它是以银行的收入为主 包括我们知道的照封金 照封金 玉山金 和库金 第一金 这一些金控股 它主要就是以银行为获利本体的 所以它们的操作类型 有不太一样的一个做法 操作类型会有点不太一样 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们要请老牛跟大家分享 说寿险型跟银行型操作不一样 那那种龙头的 它通常很喜欢存龙头 国泰金 富邦金 这样存 它们是寿险型 那寿险型 你通常会怎么做它们 寿险型的存控的话 我们回去看它的骨架图 你可以发现到 它的骨架上上下下 比较剧烈 所以在这边我会建议大家 寿险型金融股 去做一个波段的操作 寿险是拿来可以赚价差的 对 你也可以看到它的获利表现 一下子来得非常的多 但是 想不到一年之后 怎么会 它的获利又掉了这么多 所以 它的股价就跟它的获利一样 上上下下 是 那银行型又是不太一样的一个样子 对不对 对 银行型的话主要 它就是稳稳的去收手续费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它的股价波动会比较小 而且它的获利基本上都是比较稳定的 我们可以发现到银行型的金融股 它每一年都在赚钱 稳稳的赚钱 对稳稳的赚钱 所以一个是拿来赚价差的 因为它可能波动比较大一点 另外银行股 因为它就是很稳定的赚钱 我们是拿来稳定存股的 是去存这些银行型的金融股会比较好 那银行型的金融股就是拿来稳稳的存股 所以你现在还是可以存它们 当然 但是你刚刚讲的寿险型的现在不行了是不是 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哇今年国泰金涨4成 对 富邦金也涨4成 不得了 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个星光金 也突然涨了快两成多 你可以发现到这些都是寿险型的金融股 对 那为什么呢 你可以去看它的获利 6月的获利非常的不错 整个我们1到6月的累积获利来看 是比去年同期应该就多了大概一倍左右 那是挖到石油了 对 所以它今年的这个股价获利表现好 股价当然自然冲的比较快 但这个就不适合说你一直在那边存股 因为它波动非常大 对波动比较大 所以我会建议那你就是找相对低点去买 然后卖在相对高的地方 就是老牛刚提醒大家 像这种寿险股它波动大的 你就是去做一个波段 比较低的时候买 然后比较高的时候卖掉赚价差 那你如果真的是要稳定存股 应该要存的是银行股 那银行股就无论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存 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存 你想要每个月买 每季买 每年买都可以 那我自己呢 就会比较偏好是每年去做买进 每年买啊 对啊为什么呢 因为银行型的金融股呢 你可以发现到 他们有一个有几档它比较有特殊的特性 像是玉山金跟合固金 对 他们除了会发现金股利 还会配发股票股利 哇 对 所以这样子的这个银行型的金融股 被我称为叫做有吃又有拿 有吃又有拿 对啊 每年会帮你生一些股指出来 是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玉山金它现在已经连续17年 去配发这个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 对 合固金也是一样它现在是连续13年 也是配发现金股利跟股票股利的 对所以你喜欢挑那个有配股给你的 对因为你知道说它就是稳稳的获利嘛 那除了给你现金股利之外还会帮你生股指耶 你喜欢生儿子哦 对对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会希望就每年的时候就去 稳稳的去买它 可是通常人家存股不是都说每个月存吗 怎么会一年才再存一次啊 应该是这样讲 如果我们摊开每个月定期定额的一个资料来看的话 我们知道说它长线来看绝对是相对比较便宜的 但是每一年它都稳稳的再往上涨的时候 那只有一个时间点会比较便宜 相对比较便宜 就是除全息的时候 除全息之后 哦大家都想说我除全息之前买买来直接除耶 结果你反其道而行 除完再去买便宜价钱的 对他们把股价先拉上去 是所以这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就是如果你手中已经在存这个股票的话 你在除全息之后买便宜的价钱 反而是更有利的哦 好那重点来了 现在金融指数为什么都会来到历年新高啊 金融股现在已经来到34年来的新高点了 我们从这张图就可以看到 那我只能跟你说 金融股便宜的时候只有三个时间点 第一个时间点叫做十年前 从这张图可以看到 你如果十多年前的话 金融股的指数它是在700多点的 可是现在已经涨了三倍了 第二个时间点叫做利空的时候很便宜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现在有没有利空 所以利空的时候像我们知道说 2020年的三月 玉山清出现跌停板 它的股价最低是来到20元 所以这是第二个 利空的时候有便宜可以减 那第三个呢 就是把心态放长一点 我们叫做当做存股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便宜 因为你是长线去做存股啊 所以有这三个时机点 第一个十年前很便宜 第二个利空的时候很便宜 第三个是你当存股的时候 你会觉得现在都还是很便宜 因为你把你自己当成十年后的 你来回看 你会觉得今天都很便宜 真的 就像房价一样 那个感觉对不对 所以金融股 其实你应该要有一个 不一样的心态来看它 对 那金融股不能因为 你觉得金融指数已经是时尚新高 然后我就真的不能碰 也不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这个价格 大概还有它评断的一个方法 对不对 让老牛来教大家 怎么个评断价格法 那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叫做 平均股利的股价法 刚刚有提到 这个银行型的金融股呢 它是稳稳的去发股利的 那所以呢 你在稳稳的去发股利的时候 那我把近五年 它的这个平均股利 把它计算出来之后 除以6% 5%跟4% 代表说它的便宜价 合理价跟昂贵价 那这个4% 5% 6% 为什么用这个这几个那个比 百分比来算 因为呢 一般来说大盘的殖利率 大概3%到4%左右 那我的金融股呢 大概会比大盘的时候 好一点点 才会吸引大家去做买进 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把这个金融股 平均的殖利率定在5% 我认为叫做合理价 合理价 对 如果股价涨上去了 殖利率只剩下4% 那我认为 现在价格就比较昂贵的价格 就太贵了 对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贵 意思就是啊 简单看 你应该要在那个金融股的 殖利率算起来 大概在6%左右的时候 你去买它会是相对便宜 当它殖利率已经 降到只剩下4% 代表它的股价 已经有一点过高了 对 所以老牛 你会建议大家 你用这个6%的殖利率去算 然后你会算出一个便宜价 你真的都会买便宜价吗 必须得说 你心虚了 像刚刚讲的 银行型的金融股 它很多 现在都已经来到昂贵价了 对啊 但是没有办法 还是得要 还是得要买下去 还是得要买 所以如果你存股的话 即便是它已经算起来 是昂贵价 还是会存 对 还是会存 还是存 那我算要干嘛 既然它便宜还贵 我都买 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应该是这样讲 你可以发现到说 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 看到很多便宜的金融股 满地都是便宜的金融股 但是2023年 2024年 你跟我说还有便宜的吗 没有 很难找 所有东西都不便宜 对啊 通膨啦 股票也通膨 对 这样的意思 通膨非常多 但是我觉得这样算很不错 因为你就会知道说 哇 它非常便宜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你要多买一点 对 便宜的时候我们多买一点 现在比较贵 我们少买一点 慢慢存就好 然后等到有非常便宜的价钱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给它缩哈 可以 可以吗 真的可以吗 手会抖 缩哈 手会抖 所以其实用这样的一个平均股力的估价法 你可以自己评断一下 你自己手上的一个股票 那接下来重点来了 请问一下老刘 那你现在手中的金融股的状态呢 大概有哪一些 刚刚有提到 其实今年呢 这个国泰金涨四成 富邦金也涨四成 对 我自己呢 其实也有买进 怎么你的库存表没有 最喜欢看人家库存表 库存表标股都没有 为什么 那为什么 因为涨太多了嘛 我们刚刚讲说 富邦金跟国泰金 我们是要做价差的 对 所以已经卖掉了 对我已经先卖掉 先把赚到的钱先放口袋 然后现在就在寻找 到底还有没有好的投资标的 是 那你卖掉的实际点 你现在回头看 会觉得好像卖太早了吗 的确是有点太早 不过没有关系啦 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 你先赚到 应该赚的就可以了 那时候卖的时候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你是看到什么样的一个赛 然后觉得我要卖掉 还是你用你的 刚刚教大家的估价法 发现它已经来到昂贵价 你就把它除掉了呢 其实我是用估价法来看 我看到已经来到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了 对 那我自己呢 因为刚刚有提到 其实我很喜欢在除全息 相对便宜的时候买股票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好吧 那我就把这个富邦金跟国泰金 把它做一个获利了解 对 对 我跟你讲大家不能挑战老牛 因为人家说不定成本非常低 好 不要这样 所以现在卖掉 它那不叫卖得早 那是这样人家已经赚够了 对不对 就赚到一定的利润 我就把它除掉 我再寻找下一个好的标顶 那我们来看现在的库存表 老牛现在这个 受险型赚价差 还留着的是开发金 那开发金还没有卖掉的原因是 必须跟大家讲说 开发金 我的成本是在9块 对 所以我的成本是来的相对比较低一点 那我认为说 目前的话 就把它放着好了 因为你还是要有一些金融股 当你的底气 真的不要卖得太快 说不定 它因为开发金之前的股价 是有来到20块的 对 我之前是买150张 那买了150张之后 它的成本大概在9块左右 是 那后来呢 我是它涨了一倍到17 18块 的时候我先卖掉100张 它剩下50张 现在就继续留着 虽然说它从20块又跌回来12块 那个时候我想说 那就先放着 因为你之前已经获利了 对有获利了 所以另外呢 就有一部分就先继续放着嘛 所以老牛又教大家一招 当你赚钱的时候 获利的时候你是分批的 对 把它获利了结 不是一次出掉 对 还是要分批啊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会卖太早 对不对 所以就一批一批慢慢卖 你可能会卖到 接下来更高的价格 对不对 那存股的部分 我们来看老牛存的是领席款的 你存的是合库金跟玉山金 那挑这两档的原因呢 挑这两档的原因 就跟刚刚前面所讲 他们是有发这个股票鼓励 跟现金鼓励的 而且目前也还在持续的发当中 但是其实有很多投资人 都有注意到 因为刚刚有提到 玉山金 它是连续17年发股票鼓励 它的股本已经慢慢 已经在慢慢的膨胀膨胀 可是呢 它的获利好像看起来没有跟上 所以大家会看起来好像觉得 玉山金怎么赚得比其他金控股还要少 但是必须给跟大家说 玉山金跟何苦心 你可以回去看一下 去年的获利都是600多亿 而且都是在历年新高 所以有些投资人 他可能没有看清楚 他以为只看EPS的话 代表这家公司 获利没有创高 这个答案是不对的 其实这两家公司 获利都还是继续创高的 所以当然了 我觉得 那我就继续存它就好了 所以是安心的继续报的 对 安心继续报的 那你看到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赛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的这个领席款的 银行席的金控我要把它做一点处理呢 我的目的是希望 这些存股 存的金融股能够帮我升股子 对 那假设如果玉山金跟何苦心 他们的股票股力现在不发了 那我就觉得 不升儿子了 不升儿子了 那你就要换股了 我就觉得我应该会把它 事迹把它换掉 你换到会配股给你的金融股 那现在会配股的还有谁啊 其实配股的还是有啦 包括第一金 还有这个台心金 台心金也会配 也会发股票股力 那我目前呢 如果认识老牛的人都会知道说 我目前锁定的叫做台心金 台心金 对 它是你的预备名单 对 主要是因为它之前跟张盈的一个 原本是要合并嘛 那现在不合并之后 它手头上多了一笔现金出来 可以做投资 那我认为说这家公司虽然小 但是 其实很多年轻的消费族群很喜欢它 所以现在目前手上还是合库跟玉山 但是如果他们谁不配股力给你的话 你就要换人了 对 直接就是换了一个女朋友来了 好 那所以呢 当然这个领袭跟受险的 是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那目前我们看到的这老牛的做法是这样 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老牛 那你目前的整个投资的一个饼图呢 你的库存表当中 它的比例 你会怎么样分配呢 金融股跟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投资商品 你会怎么看 我们来给大家持股的比例 那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投资科技类股 是 然后科技类股是占了大概六成左右 六成左右 那金融股是大概占两成 然后传展股大概占两成 这是我自己做的一个投资的比重的配置 是 那不过呢 这几年我们可以注意到 第一个是半导体族群 他们之前2021年 2022年的时候 跌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加码比较多 在这个科技类股上面 再加上这两年 最重要的两个字叫做AI AI 所以这个趋势之下呢 我认为科技股的发财性 会比金融股来的会比较强一点 所以你做了一点调整 对 我们来看 现在的调整是 七成到科技股了 所以你传产没有减少 你减少的是金融股 对 就是那个国泰富邦被你调节掉的 对 把钱就挪到了AI来了 对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值股比例 你会推荐大家 你会维持这样的比例吗 还是你四季会把钱再挪回金融股呢 我们刚刚有提到金融股 现在看起来其实不太便宜了 太比较贵了 对 那另外呢 当然AI的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我认为科技股 电子股的发展性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目前的话 还是会慢慢的可能朝向 把科技股多包一点点 对 我觉得刚刚这老牛教大家的那个你怎么去看金融股的那个价位合不合理 其实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四季调整你的库存的比例 当现在你的金融股看起来 他都普遍偏贵的时候 你其实可以把钱拿出来先放到其他更有机会的地方去 等到他又回到很便宜的价钱的时候 我再把钱挪回去 这是一个更好的做法 对不对 那现在既然钱都在科技股 那我们就要请这个来 老牛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科技股 你现在看好谁 赶快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知道近几年 很流行的叫做高股息ETF嘛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自己是喜欢投资这种高股息的股票 那我就习惯从这些高股息的股票当中来做挑选 那我们可以发现到 现在很夯的两档高股息ETF 叫做00919跟00929这两档ETF 基本上都是千亿等级的ETF 都是千亿规模的 那我从里面来挑两档 你从这两档的持股票里面去挑 对 聪明的做法 精销士选挑到谁 叫莲勇 目前莲勇它的股价已经除旋息了 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 它慢慢的在往下掉 这个时候可以来观察 说它在除旋息之后 有没有一个相对的低点来做进财 是 所以你都习惯在除旋息之后 买一个便宜的价钱 虽然那个洞很大 线很丑没有关系 对没有关系 买便宜的 对我们是要买便宜的 因为我的投资逻辑叫做 精选好股 便宜买 对 安心抱紧 稳稳赚 对 所以我们要买便宜的 我们买股票要精打细算 对 买一个很好的价格再进去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波段会比人家的波段大一点 对多赚一点点 多赚一点点 好那连勇你看到他 除了他是这个高配息的一个标的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他相关的数据 他的EPS 2023年 一年可以赚到38块 其实很会赚 对 而且平均他的水准都蛮稳定的 你看都有36块多 对不对 殖利率很高 这真的 哇 7.3% 这是不是比很多的金融股要来的更好一些 对 刚刚我们有提到 金融股如果你是6%的殖利率 已经算很高了 已经算很高 已经是便宜价了 便宜的位阶 但是你看这些科技股呢 他除了有发展性之外 然后他的平均的殖利率都有来到7%以上 对的很好 对 那另外大家知道说现在 AI的这个题材 对 所以连勇其实也是题材之一 那还有一个关键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是 就是大家知道说台积电现在金融要涨价 对 对不对 那IC 这个连勇属于IC设计 对 的个股 那他这个产业呢 也准备要涨价 也要涨价了 那涨价就等于你的营收获利会增加 是 先来看一下说法人目前对于连勇的看法 对 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法人预估他在今年的EPS会稍微落后一点会来到35 但是呢可以看到他2025年可能就一样会回到3738元左右 那当然我们要注意他在法说会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好消息要跟投资人分享 我们老牛精挑细选另外一档也是连家军 连洋 也是连自备了 他叫做连洋 那连洋这档股票他吃到的题材叫做AIPC AIPC 所以他是一样在做IC设计的 对 那IC设计的部分那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刚刚有提到有涨价的题材 对 然后AIPC的这个题材 因为我们可以知道说在疫情的时候大家都在家办公 所以那时候买了很多电脑 笔电 然后桌机 但是呢这几年就是变成说库存量太多了 对 所以在这个2022年2023年其实都是在这个消耗库存量的部分 可是呢在2024年其实慢慢往上就回来了 这个大家的需求换机的需求开始回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公司就有机会能够往上 另外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现在AI的这个风潮 什么东西加了AI都要涨价 对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像这个微软 他也推出了这个Copilot的PC 那也是号称这个也是AIPC 就是逼大家换新电脑 对 加价卖 所以大家知道说现在预估呢这个AIPC的出货量 要在2025年底要来到一亿台 那今年大概会出货大概3000万台左右 那到明年可能会有7000万台的这个量出来 那所以当这个量在增加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2025年的量是比2020年的量还要多一倍的 那这个量多一倍代表营收可能就继续往上走 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吃上吃到了AI的一个相关商机 然后一样的我们的买法就是在他逐全息之后 有一个便宜的价格去买他 对 所以连羊跟连勇 这个都是我们的老牛推荐大家的 那当然呢今天老牛来跟大家分享 这个金融股怎么样一个买法 还有他现在的库存表 哇真的太佛心了 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请大家多多参考了 今天非常谢谢老牛 谢谢 听完老牛的介绍之后呢 你接下来还会不会买金融股 你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方跟大家分享咯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回见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咯